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一直以来存在着诸多谜团 其中最大的谜团就是关于它的起源与衰亡的问题 社会上各个领域对于这个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 但现代学界对于三星堆文化属于古蜀国的看法达成了一致 然而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 对于古蜀国的技术并不相近 古蜀国本身也没有留下重要的史诗资料 所以关于它的建国过程一直处于似是而非的状态 虽然东晋时期的《华阳国之蜀志》中有关于蜀国历史和传说的记载 但具体的时间无从考证 根据记载 有一位皇帝娶了蜀山式的女子为妃 他们生下了一个名叫牧纵的男孩 由于牧纵致力于教民养残重丧 北部族人称为蜀丛 最终成为了蜀地羌族的首领 蜀丛是部落 因为不愿屈服于商朝的统治 遭到了压迫 被迫四处掏散 其中一支部落翻越玉垒山脉 进入了四川盆地的西北部 发现了那里丰富的铜矿和玉石 于是选择在那里定居下来 并发展陶土制造业 与此同时 他们还发现了林中栖息着白鹤 想象着像白鹤一样远离战争 于是他们将部落改名为百泉士 然而不久之后 百泉士被南方崛起的渔福部落吞并 公元前一心零五十七年 渔福部落参加了五王伐咒之战 中原列国将这个与华夏族文明形态不同的西南族群称为蜀族 之后 还有杜宇和鳖林等部落加入了蜀族的行列 上述的古蜀国的历史 所反映的是人类重复着相同的错误的现象 虽然我们通过历史 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但事实上 人类却很少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不同文明的兴亡和相互影响是历史的常态 而社会发展也是由各种因素交织而成 因此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历史的研究 以其能够从中探寻到更多的智慧和启示 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 并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古蜀国的历史尚存很多未解之谜 尤其是在关于其朝代更替 国都位置以及人口结构等方面的记载 非常不清楚 古蜀国被认为是与下朝同时期 甚至更早的早期文明 然而史料中对古蜀国的记载却很少 有记载的古蜀国君主只有五位 但根据时间线来看 这五位君主之间的时间跨度足足有几百年之久 所以可能的解释是 这五位君主代表了五个不同的朝代 那么 古蜀国究竟是一个由不同民族不断融合的国家 还是一个守着共同文化血脉的单一民族国家呢? 如今 中国拥有56个民族 四川地区的遗祖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遗祖是古腔人南下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 早在5000年前 遗祖的祖先就已经发明了十月太阳历 同时还创造了古蜀文 遗祖在古代被称为大义人 历史记载中的 蚕丛国破 杜鱼王国 杜鹃体血 等事件也表明了古蜀人及古蜀国的主要民族 而古蜀国的国王杜鱼 则是遗人 将遗祖的神话传说 古籍史料 民族习俗和三星堆文化进行综合分析 可以发现 他们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这进一步支持了遗祖在古蜀国中的重要地位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中出土了许多青铜面具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纵母人面具 关于这些面具的来历 各种说法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它是千里眼和顺丰尔的结合体 有人认为它是古蜀国王的肖像 还有人认为它是山海经中龙的形象 然而在遗族的古籍中 我们找到了这些面具的原型 遗族的古代文献中记载了 《洪水泛滥》 知嘎阿鲁、阿匹俄索、诺区杰等作品 其中描绘了杜诺布 密纳他、横摩诺勒泽这三个形象 具体杜诺布指的是能听到千里之外的消息 密纳他指的是能看到万里之外的物和事 横摩诺勒泽则指的是能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和看到万里之外的景象的神人 这些神人都具有奇特的眼睛和耳朵 被认为是天上的主神策耿姿 或称为策菊祖、奔提骨姿的使臣和使者 遗族是一个向往自然的民族 他们已对祖先的崇敬而闻名 祭祖大典是他们祭祀仪式中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 每隔大约六十年 即三代人的时间 遗族会在属虎、蛇、牛、诸年的腊月即日 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 此外 每隔十二年 即十二生肖周期 他们也会在属牛、虎、马、猴年的腊月即日 举行祭祖大典 这些大典通常会持续七天七夜或九天九夜 甚至有时会长达四十天 在遗族的祭祖大典中 他们会朗读做摘线圣经 这本经文中记载着 祭祖大典的时候 祖先的雕像 要用翠绿的石头抛光 然后用不同部位的石头连接起来 形成身体的骨架 关节部位还要嵌入金片或银片 据传古代人是没有生和死的概念的 他们年老之后会饮用鲜吃的水 瞬间变成金、银、木、石等物 所以祖先的面具会用金字制作 当祖先佩戴上金银面具 穿上丝绸服饰后 首先会被安置在悬崖洞穴中 这与在三星堆出土的 戴金面具的青铜人头像 有着相似的特点 似乎有着相同的意义 此外 古蜀地区也被证实 富含丰富的金矿资源 这进一步证明了 遗族在祭祀活动中 使用金面具的可能性 在遗族的祭祀和三星堆文化中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相似之处 这进一步证明了 遗族和三星堆文化之间的联系 通过这些相关文化的研究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 古代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 它们不仅仅是简单的史实 更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 除了祖先崇拜外 遗族还有其他形式的宗教崇拜习俗 其中包括神树崇拜 在遗族居住的前西北地区 他们经常选择一棵树 作为神树进行祭祀 而这一仪式通常会在农历二月初八 或者三月初三举行 祭祀的目的并不在于树本身 而是通过树作为媒介 来实现人与神之间的沟通 在考古学发现的三星堆二号坑中 也出土了一棵青铜神树 这也表明了古属人对神树的敬重和崇拜 这一发现显示了当时属人 对神树崇拜信仰的完整体系 很明显 遗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 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根据其他媒体的报道 古遗文专家已经利用遗文 成功破译了三星堆的八树图语 揭开了三星堆文化的许多秘密 遗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三星堆文化也不能孤立存在 它们的发展受到了其他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影响 虽然目前对于三星堆文化仍有很多未解之谜 但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和古籍记载的出现 三星堆文化的壮丽辉煌将会得以展现出来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三星堆出土三件文物 它们出土间隔为36年 竟神奇地拼成一件宝贝 在中国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中 一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正在引起全球瞩目 在这个古老而神秘的文明遗址中 出土了三件距离相隔36年的文物 竟然奇迹般地拼成了一件宝贝 这一发现不仅引发了学术界的热议 也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遐想 三星堆 这个位于四川盆地的古代遗址 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发现以来 三星堆一直以其独特而丰富的文化遗产 吸引着无数考古学家和历史爱好者的目光 然而 直到最近 三星堆的神秘之处才被揭开一脚 首先出土的文物是一块精美的青铜面具 据考古学家推测 它是属于三星堆文化晚期的遗物 这件面具保存完好 雕刻精细 展现出了三星堆当时高超的冶炼技术和艺术水平 然而 令人惊奇的是 这件面具的一脚上刻有一型古老的文字 它指引着考古学家们寻找下一个文物 三十六年后 当人们已经对这个谜题逐渐遗忘时 第二件文物出土了 这是一块刻有复杂符号的石碑 据专家研判 它是三星堆文化晚期的重要纪念碑 石碑上刻满了神秘的文字和图案 给人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然而 最令人震惊的是 这块石碑与之前出土的青铜面具 竟然可以完美拼接在一起 仿佛它们本就是一体 随着这一神秘密团的逐渐揭开 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神秘的三星堆遗址 人们开始猜测 这些文物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是时间的巧合 还是古代智慧的体现 据考古学家们的推测 这三件文物的拼接并非偶然 它们所代表的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时间 空间和人类的智慧 三十六年的间隔 正好象征着一个完整的周期 而三星堆文化的理念也正是源自于对自然和宇宙的观察 这种观察的深度和广度超越了当时的科学水平 使得三星堆文化成为了古代智慧的象征 三星堆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 即人类与宇宙之间的密切联系 它们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互关联的 而人类的智慧则是这种联系的纽带 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式 当时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产物 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这一发现引发了学术界的热议 一些学者认为 三星堆文化的核心思想 对于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 时间和空间的观念逐渐淡化 人类智慧的体现也被商业化和功利主义所取代 然而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三星堆文化的智慧 借鉴它们对于时间 空间和人类智慧的独特理解 以求得更加和谐与进步的发展 三星堆出土的这三件文物的拼接 不仅是一次考古发现的壮举 更是对于古代智慧的再次探索 它们的出土 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三星堆文化的深度和卓越 也给我们带来了对于人类智慧的反思 或许 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界中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那些古老而神秘的文明 从中汲取智慧的养分 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 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